爸妈勤养护 宝宝更闪亮 本周新一期小儿大健康再度来袭 我会跟宝宝说 一定要长得像妈妈 一定要长得像爸爸 这是黑老公的节目 民间流传变美其章 哪种对宝宝最有效 我妈说 小的时候给我捏过鼻子 鼻子周围充满了丰富的血管 这些血管跟我们颅内都是相通的 很容易引起一些很严重的疾病 捍卫颜值大作战 吃啥补啥是否靠谱 很多孕妈妈都会来问我 听说吃葡萄 可以让眼睛又黑又大又亮又圆 最怕吃成了葡萄干 增高又美白 靠按摩就能变出漂亮宝宝吗 按摩我们的百会 两个耳朵尖的最中间头顶上 轻轻地按摩 这个地方它主要是可以 让孩子长高身体健康的效果 小儿大健康让宝宝的颜值赢在起跑线 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本期参与小儿大健康的五组家庭吧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期的各位同学们 欢迎冠军小分队陈一斌还有善敬敬 现在你看他们夫妇这个不一样 当爹当妈的人他们说眼神里散发出来的都是那种温柔的感觉 慈爱的 对 你看原来陈一斌比赛的时候那眼睛散发出来的那就是击败一切的感觉对不对 问一下一斌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有耐心的好爸爸吗 他挺有耐心的 真的哦 真的真的真的 尤其他特别细心 他对孩子的很多事情其实比我还细心 那个时候我女儿站得比较早 然后他就去朋友圈里去问说孩子 比如说六个月七个月这样开始站会不会不好 然后就看很多的书 然后还去问一些专家 可以看得出就是爸爸是比较紧张的 对 有一些事儿立马来咨询 是的 对 来我们认识一下其他四组我们的同学 欢迎从不惯着 你好 来自现在是三岁男保 对 头疼吗 头疼非常头疼 特别疼 因为我们知道男孩子批一点 比较淘气对 最让你头疼的是什么 跟我打架吧 跟你打架 跟你打架 我为什么会起从不惯着 因为他要是打我一下我就会还给他 我打断一下媳妇 有时候打两下 谁打谁打我媳妇一下我媳妇打我儿子两下 回两下 你跟儿子叫什么劲呢是吧 也不能吃亏 因为我觉得他要是打别的小朋友 别的小朋友会让着他嘛 要是让久了的话 他会觉得谁都会让着他 这样就不好了 是要培养男子汉的这个气魄 所以他要从不惯着 因为先怕在家里被惯坏了 到了社会上 他觉得大家也应该包容和惯着 就容易惹事 来认识一下虎爸猫妈 你好 我们家的情况就是跟刚才那对嘉宾正好相反 我们家是爸爸从不让着孩子 然后我是比较顺其自然 就是孩子想怎么玩怎么玩 他爸爸就要求特别严格 因为我老公他以前是足球运动员 所以冬天也不让穿秋裤 有的时候还让穿短裤 没事带他出去拉链然后不握撑什么那种 他也是希望孩子有强健的体魄 但是我儿子又特别随我 又小骨架特别瘦弱 作为一个男孩 我希望他的身材各方面 尽可能多多地参加运动 明白 难着我气概一点 所以我只要出去去运动或者怎么样 我尽可能全都带着他 从小就想让他在这环境当中 受一些个健康的影响 来问一下你们家孩子穿秋裤吗冬天 穿 肯定要穿 如果说不让穿这事你同意吗 不同意 一定要穿着 穿着也可以断练 对 穿着也可以断练 估计他们家就没秋裤这样的东西 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到冬天我妈还前天盯着我 秋裤穿呗 我觉得到你们家我改改改改 五岁就不穿秋裤了 来我们欢迎一下温馨暖男 大家好 我们家宝宝真的是超级暖男 四岁就暖男了 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那个放寒假 他就回家来跟我说 妈妈我们杨老师每天都是给我们擦地 洗东西 手都操了 说您买一幅 护手霜 老师吧 这是遗传老爸 老爸是个暖男吗 应该是吧 还可以这么说吧 他有点遗传他爸爸 他爸爸是挺细心的 对 那问一下温馨暖男的老爸 您的育儿观是什么 我是以火为主 他妈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严厉一些 我们家宝宝一 嗯 爸爸 行 你说吧 你说的就是这样 还没提要求的爸爸已经软了 到底 我们最后欢迎一下停不下来 我们的曾福男和周震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我们家宝宝为什么说他停不下来 他是从早上九点起床到夜里一点 整个过程中他是不休息 不是 早晨九点到夜里一点 对一点 对 他可以一直忙到夜里一点睡觉 多大 男孩 三岁男孩 白天也不睡觉是吗 对白天也不睡觉 经历旺盛行 这经历也太旺盛了 但是他晚上他不起夜 可以一直一点再睡到早上九点 然后但是他只要他睁眼了 他这一天就没有休息 就没停下来过 明白 你是安静的给他听音乐也好 还是给他讲故事也好 他都 就你各种招励你也死了 对 没用 对 但是这种宝宝的这个睡眠 一旦 行动习惯 对父母的休息 也是影响比较大 好 再次欢迎我们吴祖同学 欢迎你们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节目当中的出题观 所有的题目都是由他来出的 欢迎一下小江 大家好 我是张佳 你们准备好和我一起答题了吗 吴祖家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小儿大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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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